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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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事關於這個星期 在講述騰訊和阿里巴巴出業績 大家都關注著這份業績 拍過來看看 雖然是不同季度的 但拍過來看見其實騰訊 順利收入和經調整利潤預測 按年都要下跌 相反阿里巴巴的預測 全市向上 事實上阿里巴巴的盈利 已經下跌了四季 今季預測會復甦 如果觀眾朋友有貨的話 講到700有貨 他問還有沒有上網空間 他說258元還有沒有上網空間 但其實現在已經到了 怎樣看 我覺得業績很難期遇 雖然我見到金豬報紙 雖然說阿里經調整利潤有貨 騰訊有貨 兩者差很多 今天沒有時間詳細分析 我經常說 騰訊只有三個 第一個是增值服務 手遊 第二是移動廣告 第三是互聯網金融和企業服務 其實三者都是一般的 所以按連錄的收入和利潤是正常的 阿里其實幾個業務 主要是四大業務 四大業務裡面主要是看電商 電商主要是看中國商業 大家打開聯報就知道 其實說淘寶天貓 按連去計算 怎會有什麼特別 所以其實升的話都是升2%3% 其實兩者都 阿里可能比騰訊好一點 不過都不會太理想 所以我傾向相信 我希望我錯了 他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機會不大 變成你問我 他跟大市 理論上 除非騰訊的業績很差 或者突然大股東再搞鬼他 否則他跟大市都應該是未升完的 這就是我唯一給到你的答案 現在269 理論上是未升完 再到另一個月 聯絲通知 HVII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可申請啦 我们下期再见